马英九今天发表讲话以拼经济为主轴 提出台湾未来四大发展方向 并强调将尽快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 马英九提出的经济发展政策能否让台湾民众有感 两岸若互设办事处将产生怎样的作用 栏目专访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为您带来逐家观察 台湾高官薪资大起底 马英九年薪约630万新台币 岛内供应企业事业负责人的年薪甚至要高过马英九不少 陈水扁医疗报告将延后两天交给台北监狱 国民党及明代苏清泉建议台北监狱向陈水扁提供独栋房 单身公开的定义指向女性 台教育部门词典再者争议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欢迎食品独家举名播出的海峡新干谢 我是小丽 今天马英九发表了讲话 它以拼经济为主轴 对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四大方向 马英九表示 过去十多年台湾经济虽然成长 但许多人薪资停滞不前 在当局会根据新的定位去改造产业结构 让台湾经济以新的模式成长 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马英九强调将通盘检讨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并尽快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 据台湾媒体报道 面对薪资水准倒退 就业机会险进的社会现状 马英九的讲话以拼经济为主轴 他表示过去十多年台湾经济虽然成长 但许多人薪资停滞不前 若要突破 产业必须走向更高附加价值 第一 改造产业结构 提高薪资水准 第二 排除投资障碍 扩大就业机会 第三 捍卫主权 余权 推动区域和平 第四 深化民主法治 促进两岸发展 马英九指出 尽管现在经济还是处于不景气状态 但也看到正面讯息 台湾基本体制不坏 条件不差 不必过度悲观 政府推动了一些政策 由于规划和沟通 未能尽如人意 让许多民众 对英九 以及执政团队 有不少批评 这些批评 我们都虚心倾听 彻底检讨 另外 马英九表示 四年多来 台湾已经与大陆签订了18项协议 达成两项共识 让民众获得实质利益 未来人会持续扩大两岸交流 他还提出了 未来两岸政策的四大方向 即将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列为未来工作重点 加快落实相关修法 加强埃克法后续协商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等方面对话 马英九的演讲中 还提到了钓鱼岛问题 他表示 有关钓鱼岛问题 台当局将捍卫主权 渔权 推动区域和平 就今天马英九发表的讲话 下面我们来连线小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我们的铸台记者和台湾的嘉宾 都有怎样的观察和分析 谁也请出我们的铸台新闻观察员 艾科竹 小艾你好 时间交给你 小艾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科竹 那今天台北演播室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邱毅先生 邱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那今天马英九的讲话 是以拼经济为主轴了 也提出了四大方向 意在向外界表示 台当局对经济的不景气有感 那教授您对马英九今天的讲话有感吗 台湾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因为台湾民众现在对马英九的不满意度很高了 那么最新的调查 他的满意度只剩下13% 那甚至还有调查认为 马英九现在的内阁 他的满意度已经是个位数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普遍的民怨的情绪之下 马英九说什么东西的话 大概都会被从不好的方向去做解读 所以你说要今天的马英九的讲话提出了四大方向 其实他是有牛肉的 可是问题是民众是不是有感 那么就要画上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么不管怎么样 马英九在今天的四个方向里面 如果真的能够落实 其实对台湾的现况是会有所正面的效果的 在他的四个方向里面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针对拼经济的这一部分有所琢磨 但是在这方面呢 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例如说马英九提到说要提高薪资的水平 这大概是台湾各界的民众所最希望的能够薪资能够提高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前一阵时间 马英九所指定的行政院长陈冲 那么才刚刚决定不调账基本薪资 那马英九现在又说为了要调高薪资的水准 那站在劳工的角度来看的话 劳工觉得说你讲的跟做的 说的跟做的是两回事嘛 那么马英九说要增加就业机会 要提让劳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失业率能够下降 可是今天呢打开了报纸来看 又发现行政院即将要将外劳的配额要松绑 要增加很多外劳的雇佣 那增加外劳的雇佣之后 一定会挤压台湾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嘛 那马英九又说要提高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 让失业率能够下降 这中间又产生一个矛盾 所以会产生让民众心里会觉得一种茫茫的感 茫然的感觉 也就如同马英九的过去的前副手 肖万长前一阵子他公开说 从来没有感觉到台湾的经济有这么样的无力感跟茫然感 那马英九能不能把他所指示的所说的事实方向在现实里面能够落实 能够在政策上落实 那么还有待观察 那其实大家还都是在看了 那在这次讲话当中呢 马英九也是叫去年更加强调两岸要互设机构机制化 两岸法规检讨 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定 也就是ECFA后续效应等问题 那两岸关系可以看得出来仍然是马英九未来实证的重点了 那教授你对此怎么看 当然了台湾今天的经济还能够是一定的局面 还没有恶化到像欧洲那样 就是因为两岸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 马英九在去年的讲话里面也已经提到 他希望两岸之间的互动能够机制化 那么在今年的讲话里面 那么更加琢磨了 就是说更加具体的提到 两岸之间要在ECFA以后必须要机制化 例如两岸的经合会 那么必须要运作 那么两岸之间要互设办事处 那么两岸之间有很多事务性的协商 尤其是两岸的投保协议 刚刚在江城会里面刚刚通过了 那么两岸的投保协议通过以后 势必要帮大陆的台商 以及大陆到台湾来的的路商 那么都必须要解决他们很多的投资障碍的问题 他们投资困难的问题 都必须让他们帮他们来做解决 所以两岸之间互设经贸办事处 就变得更加更加的必要 在教授看来 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它的重要性是在什么地方 台当局又应该要如何去推动这样的工作 ECFA签了 但是ECFA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框架而已 一个架构而已 它要去落实到事务面 那么就必须要互设办事处 那互设办事处当然要落实更大的一个服务面 包含了两岸的民众 两岸的学生 两岸的厂商企业 那么这可以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面向了 我先就两岸的学生来说好了 以大陆的入生到台湾来 受到的管制太多了 很多的入生在台湾 他也不能够找兼职的工作 包括讲学金的问题 打工的问题 打工的问题 他生活上的各种的限制 包括将来就业 三管 五卡到底要不要放宽 有没有必要 这都是两岸覆设办事处 这个大陆学生在台湾 台湾学生在大陆受到限制 严格来说比较少了 那么主要是大陆学生在台湾 受到了种种的限制 跟不合理的歧视的待遇 要不要松绑 要不要解决 好 那大陆的配偶呢 大陆配偶嫁到台湾来的 所谓的入配 越来越多了 可是入配跟外籍新疆 越南 泰国 印尼 嫁到台湾来的 完全不一样 这个入配明显受到歧视待遇 那你要不要有所改善呢 好 那么刚才讲到了企业 那么未来开放更多的入资到台湾来 那么这入资到台湾来 他要设公司 那么这些大陆的企业人员 大陆的商业人员 甚至包含你们媒体界的人员 在台湾拘留的时间 在台湾进出的限制 也有限制 也是限制很多 该不该松绑了 那这些都应该由这一个 这一个两岸覆设办事处以后 积极地把这方面给解开嘛 否则如果说你只是设了办事处 但是并没有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顾设办事处的功能就无法落实了 它就变成一句空话了 谢谢邱教授的点评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台北博士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我们来看下一条 马云九的夫人周美清 出席台湾的仪式活动 曾连续两年穿同一套衣服健身 引发讨论 今年她换了一套黑底白色的几何图形洋装 非常的吸睛 却被台湾造型师批评 说不够隆重 倒是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 穿得比较大气 黑色白底极细洋装上头几何图形 增添时尚感 马云九夫人周美清 身上没有佩戴华丽首饰 只有简单的珍珠项链高雅亮相 洋装本身的像在肩膀这边的剪裁 它是休闲感的剪裁 在今天的这个不太适合 那如果说你是一些小区剪裁 或者是跟朋友很简单的喝个下午茶 你可以这样穿着 周美清的服装造型再度成为焦点 却遭造型师读舌批评 甚至说吴敦义夫人蔡令仪穿的 都比周美清得体 两人的穿搭摆在一起看 蔡令仪衣是米色套装 高贵典雅 而周美清洋装上的几何图形 则让人眼花缭乱 腰的这边的 刚好又打了两个大 两个折 所以又是滑 所以它的腹部会显得稍微膨胀了一点 周美清此次穿衣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前两年的同样场合 他脱穿同一套衣服 一度引发过于节俭的评论 这回周美清的新装到底合不合适 恐怕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台青服会主委陈以珍 日前承诺要捐出年终奖 13万元新台币 以救急弱势群体 没想到这个决定 却让他的同僚们被明代追问 要不要跟进捐年终 不少的官员们都尴尬必答 因为这一话题的先起 大家又开始关注 马英九吴敦义 以及台行政机构各部门主管 每年的工资是多少 那马上进入新的台湾环节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 八回的报道 台湾经济景气不佳 继承民众的日子不好过 台青服会主管陈以珍 愿意捐出自己的年终奖金 给落实团体和青年使用 没想到这样的表态 却让他的同僚们倍感压力 台青服会主委陈以珍 跟财经团队排排站 睁着大眼睛 民嘴眼神不安 因为他喊出要捐年终 结果明代据问其他官员 要不要跟进 逼得官员尴尬应答 我尊重他的决定 你要尊重他的决 那你要不要捐年终 我尊重他的决定 你要不要捐年终 我尊重他的决定 你要不要捐 我尊重他的决定 所以你不愿意捐吗 我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你要不要捐年终 来对人民负责 我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照立法院 目睹同僚前辈 各个被逼得跳筋乱打 陈以珍局促难安 明明想做善事 没想到却变成了窘事 陈以珍看起来真的好无辜 事实上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籍明代廖正景 在本月初就有提案说 如果三个月内 台湾的经济景气没有好转 那么就取消台政务官的年终奖 而且这一提案 已经在台立法机构 获得无意义的通过 可是随着这一话题的掀起 民众又开始关注了 台湾高官的年终奖和年薪 到底有多少呢 2012年4月5号 台监察机构公布 最新一期台湾地区正副职领导人 以及台当局五大机构 负责人的财产申报资料 当时中国时报报道称 以马英九年薪630余万元新台币计算 马英九几乎将一半的薪水存入银行 至于年终奖部分 据推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年终奖 应该约为69万元新台币 而复制领导人则为大约52万元 另外一个行政机构 立法机构 监察机构 考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他们负责人的年薪和年终奖 又有多少呢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当局各机构负责人年薪约 430多万元新台币 而年终奖 多是按一个半月的薪水计算 即54万元新台币左右 另外台行政机构 官员的薪水和年终奖金部分 据台人事总组统计 行政机构辖下政务官约有80名 部门负责人月薪约19万元新台币 年终奖金约28.5万元 副主管月薪则为16.5万元 年终奖金为24.8万元 一旦台政务官的年薪奖金全部取消 约可省下2000万元新台币的公帑 据台媒体报道 台湾公营企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 以及一些财团法轮的董事长 由于是官派的职位 因此一般民众也将他们列入了高官的行列 而他们的薪资收入 一般也必须接受公开的监督 据了解 台所谓公营院长的年薪 达到了780万元新台币 比马英九还高 而公营企业的董事长们 年终奖也是相当丰厚 这些人会不会卷入风暴 值得后续观察 我是林芝 现在台湾 陈水扁正在台北荣总医院借护就医 台北荣总原定9号将陈水扁医疗报告 交给台北监狱 不过预方今天表示 台北荣总正式通知医疗报告会延后两天 而国民党金明代苏清泉9号说 陈水扁虽未打保外就医的标准 但台北监狱是否可以向陈水扁提供独栋监索 对此台湾法务部门回应称 陈水扁属一般形式犯 目前给予的待遇已比一般的受刑人好很多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水扁在台北荣总医院借护就医 诊疗即将告一段落 相关的医疗报告到底有没有送交到台北监狱 根据台北监狱秘书杨芳燕表示 荣总医院正式通知医疗报告要延后两天 目前台北监狱尚未收到医疗报告 至于陈水扁核实转院杨芳燕表示 监狱尚未收到医疗报告进行讨论 目前还没有就转院进行作业 不过目前台北监狱仍在跟相关的医疗院所进行洽询 如果一切作业来得及 下星期才可能转院 另外国民党基民代色情权9号表示 陈水扁虽未打保外就医标准 但台北监狱是否可以让陈水扁 抵照张学良等模式 在监狱内提供独栋寓所 对此台湾法务部门回应称 其实贬署一般刑事犯 目前给予的待遇已比一般受刑人好很多 好的下面我们进入迷乃粉下节提示环节 单身公开的定义指向女性 台教育部门词典再惹争议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劳保基金2027年恐破产 750万台湾劳工可能领不到退休金 台当局回应将全力支持劳保基金 我们的新闻我们一会来看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心感谢 如今的都市男女普遍晚婚 有个词叫单身公害也因此流行 有团民众发现台教育部门词典 对单身公害的定义是 还没结婚却跟已婚男人有外遇的女子 也有岛内妇女团体认为 这是女性歧视 还有单身被定义成公害也是一种偏见 对此台教育部门回应 这是多年前时空背景下的定义 不算错误 要不要修改还得再演绎 一个人单身太久 然后就变得怪里怪气 我怕自己制造造音 理想邻居的生活品质 在台教育部门 汉语词典网站输入单身公害 出现的定义是 还没有结婚和已婚男友坚情的女子 但这个解释怎么怪怪的 为什么一定要女孩子 这好像有点贬义女性吧 因为只有指女性啊 好像就是 单纯指女性没有指到男性这样 无论男女都觉得这个定义 对女生似乎有歧视意味 不应该纯粹就只是针对女性的部分 应该是说 好那可能是男女两性都在单身的部分 那为什么 他应该是要利用这个字词吧 单身歧视的那个内容吧 还好好的讲清楚 现在看来当时很不适合 那但是那个其实反映的确实是当时的原环境 还有部分的社会价值观 台教育部门解释 此典编修原则是根据编辑的时空环境而选择 但明显有男性沙文主义的定义 是否还要一直沿用下去呢 像是之前的新好女人被定义成 以家庭为重爱慕先生 就是二十多年前的解释 台教育部门网站难以与时俱进的定义 向外界大摇起头 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民意奶粉下节提示环节 据团媒体报道 台劳保基金2027年恐破产 750万台湾劳工可能领不到退休金 台当局回应将全力支持劳保基金 东东新闻我们一会来看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根据台劳委会报告 台湾劳保基金负债资金已经高达7.3兆新台币 照目前亏损状况推估到2027年 台湾劳保基金就将面临破产的危机 也就是说目前50岁以下的台湾劳工缴了大笔的保费 未来却可能领不到退休金 不论是上班族工地劳力或是服务业 台劳工恐怕面临未来退休金打水漂的危机 因为全台的劳保基金持续负债赤字越来越大 偏偏台劳委会提出的安心条款 希望台当局拨款补足缺口 却被打了回票 根据最新精算报告 今年劳保基金财务状况负债数字高达7.3兆新台币 6年后出现收支逆差 推算劳保基金2027年就会破产 就是说今年50岁以下的台湾劳工届时退休恐怕领不到老年给付 750万名劳工老本没了 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因为我缴了那么多钱啊 我们20几岁就入职场了 工作了几十年 那到头来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蛮震撼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劳保基金缺口之所以大 主要是劳保费率过低 加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越领退休金 老年人口寿命又长 无形中增加劳保基金的支出负担 它是一个社会保险 那政府理应要付最后的支付责任 政府不能让这样一个恐惧延伸 台湾劳工团体希望台当局要负起最终责任 台劳委会则保证劳保基金不会崩盘 短期资金运作没有问题 对于庞大资金负债会严拟对策 但劳工都怕辛苦血汗钱一去不回 台当局恐怕地拿出实际作为 才能让民众安心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和我们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都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或者下定期晚安